師傅說說屬虎的朋友今年好嗎? 屬虎的朋友沒有犯太歲 雖然只有一個吉星 因為運氣趕比較 原來屬虎是去年一、三年經常犯太歲 其實就容易犯、健康、有問題 反而今年因為運氣趕比較 今年沒有那麼煩 其實是好一點的 他心態上屬虎的朋友 例如今年少了一些風風雨雨 少了一些被人捉背 心情亦會好一點 有進步的 有顆星就叫做六分星 六分星是代表什麼? 家觀更進著 我們說如果你做正負工的話 就容易升職 容易權力大了 但也要小心一點 因為空星多 有顆星就叫做白虎星 白虎是屬金的 如果炒出股票的話就會輸錢 尤其是炒出金融股票 炒出銀行股這些股票的話 真的要留心 就要小心一點 白虎第二件事 代表金是容易開刀做手術 白虎金屬的話第二件事 因為屬虎本身帶有疫苗的意象 白虎的話 我們回應的意象的話 就容易交通意外 駕駛的人要小心一點 不是駕駛的話就沒有什麼問題 坐車的話就沒有問題 如果駕駛的話 如果駕駛的話要小心一點的話 屬老虎的話 在新月 即是新日的8月8日至9月7日 這個月份的話就駕駛得慢一點 各方面就要留神一點 過了這個月份的話就沒有什麼問題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有一個叫子貝星 手指在背部 即是被人打背部 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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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又不是很大件事 在現代 在這些城市 凡真一間公司多過三個人 多過兩個人的話 都很容易有是非 這些子貝的話 就叫做清者自清 不要想起無謂的事 就沒事了 接著有一個叫做地殺星和大殺星 大殺星是病痛 地殺星的話 要小心一點 就是大部分都是是非居多的 即是說今年的話 就是不要強出頭 因為屬虎的特性的人 會有什麼 有什麼就會說出來的 還有會很挖的 很直的人 所以有時候 他開口說的話太真 喜歡說忠言 亦以不對聽 宋史他的道理是對的話 他不懂得用說話的技術去帶過 所以形成了很多是非 只要他今年的話 就見到 收口不要說的話就沒事了 即是隱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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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裡面就沒有什麼平穩 就不算有特別的桃花星 健康的話 剛才說過 除了刀傷的話 即是金屬鎖傷 也有少許肺氣管的問題 因為白虎也斷金容易肺氣管 或者皮膚敏感這些問題 就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 就沒有問題了 即是說 屬虎的朋友 只要慢事忍一忍 沒錯 基本上所有事情都會很順利 先讓我來看看 我去看 這個東西 ネ ノ 明生